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北新聞 我是蘇新聞 在高雄七又出現了新的天高的病例 累積來到二十二的人感染 而且這次第二十二的陷阱一堆 都是在金塞歐市場的坦凶 所以今天市場是休息一天 衛生局派完全農噴野消毒 坦凶趕快將大家為他陷上補棚 全面休息 因為金塞歐市場的天高的病例 是最重要的 這麼多 說二十幾月 一定要這樣做這個動作 因為畢竟大家也會擔心恐慌 那至少全面性的這樣子噴灑 噴農藥 也對客人或是我們自己 也比較 感覺比較放心 一陣子的洪藥單位 贏得水果果來噴藥 因為在金塞歐市場 有還有一名三十多歲的洪生坦凶 感染到天高熱 這是各鄉市 累積第二十二的本土性天高熱 以下第二十一的確診的個案 同樣是金塞歐市場周邊的坦凶 都是第四型的本土性天高熱 發現最近的病例是在這裡 我們認為它的感染源還在這裡 所以說我們就在做強化性的 再加強的在 今天就調集了那個 差不多十五隻的熱烟機 同時進來噴這個範圍 因為市場貪胸來賓 常常躲到很多甘納官 可能躺到祖先館 透過休息噴藥 希望能夠拿到消費天高熱 台語新聞 劉原副蕭鴻樹 葛雄伯德 主題大家好 某年秋述 萬萬萬千 今天早上起碼了善良儀式 家修和參加秋述的儀式 慶勝勝勝勝後 來感問代替老師 奉獻以下的證明 三拜 李倩老師 祝一千 慶勝在內 戴白志愛的親人 民主導賓的失去 加上他 安靠來心的不下 但想到大天老師 奉獻他學的台灣 畢竟都發作很好 以阿公的年紀 然後他們以前傳統的思想 能夠接受這件事情很不容易 那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這樣子他可以 把他的好幾句連續下去 就是幫助到更多人這樣 八位代替老師提供了醫生 盡情添添添技術的機會 在老師欣賞 地底幾天的學習 可能是幾十年 行醫經驗的累進 為了就是 所謂的 最主要的 學習的方向是在於說 我們對於全身的出血 如果外傷的時候 出血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來控制 在臨床上 其實很難像這樣的機會 可以從頭到腳 把全身的大血管都找出來 公送無語良師 情龍堂庚的天空 就像像大天老師 真正無念的信念 原本特地的臨性副業 也像他學教育的職業 台新聞 黃文綺 溫國家 華人報導 好歌聲 憲存愛心 做保險的林星辰 在六月中的時候 開了一張演唱會來觀望 當時還要從搜到靠到身份 全部觀出來做工業 騎上舞台 一直是林星辰的夢想 如今台店有爸爸大聲做唱 台店有媽媽加油鼓勵 你的林星最幸福一切 他還是要做比較多 票價然後扣除成本之後 這些淨利我們就想說 奉獻給社會 然後這個管道我們就透過 那個油瓷劑 還有華山基金會 今年二十八歲 保險經紀人 因為你的心靈康定當中受到鼓勵 你決定勇敢去實現 尤其他人就對阿姨做主席 先在念頭到你的心肝 對 平常他都有跟我去做環保 還是慈善的部分 那因為他工作的關係 所以也沒有辦法常常去 可是因為阿姨在做慈劑 多少也對他有影響 一直背叛在旁邊的鼻子 再一組醫醫危言 自己跨越一大步 就是他認為他想做的事 也就是他的夢想 他能夠實現 這是他的 對自己的一個要求 也支付他 以代表樂團 心中關出正理所得 今天這場演唱會 不只是一場演唱會 更是一份愛 也一份散 此次基金會 用一份非常感恩的心 來接受這份愛散 真實感受少年人 興奮的力量 也會是社會 上每天鼓勵的才能量 台新聞文藝法 鄭佳欣向他報道 離空一五年 尼泊爾大地人 作成創股杜姆寺 建中輝順 主席協助關鍵 廟師的法師 也賺到最近 在馬來西亞 奉花的機會 參考後 紀念破的政策等 對主席在專局的互存 表達困難 來自尼泊爾 創股杜姆寺的法師 參考馬來西亞 結論普政策等 城鎮信使 以空一五年 尼泊爾發生抵禁 主席協助修理 創股杜姆寺 等到來馬來西亞的方法 居然為法師和信託 和主席即將交流 主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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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任何這些事 主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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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主席協助 主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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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貽斯 在日本 地方 和狐狸 所以我希望 能夠開展 好的能力 和年輕人和仁人 一起工作 在各個地方 在任何危險 教育是最初的事情 我覺得我最深刻的體驗 就是說 慈祭的布施和關愛 不是只是給予一個錢 而是他們把人的心帶到了那裡 看見美姓的腳踏 這一段發出對主節有經過千萬了解 也對這段無數的付出 標示堅定 但是我們王日發胡詠雄 馬來西亞結論普普度 從環保六十千萬 馬來西亞主題之間 驚入學校和社区 從各種的火器物變成了出港劑品 希望省用每一份的主員 來疼惜我們的地球 好 照樣定行 現在定時間 折起來 我們就這樣 像大小 不要浪費資源 破壞我們的地球 不要和什麼東西都不要 因為那是垃圾丟掉 就是有些東西可以做 做到可以不用 不能用為止 看起來沒什麼的美姓 在經過動物的腳踏 尖鎖 還有便宜藥 成為一粒一粒 寬愛環保收集 很開心 有種滿足感 把那些米袋 自身手工都可以拿去賣 或者可以白色在家裡當白色品 因為這些米袋 在社區裡面 基本上很少收購商要收購的 那麼以其說丟掉或燒掉 大不了說拿來做成這些實用的 我覺得也是一種 嚴系無名的一種表現 不用開一千古今的環保收工 不只小孩 六十幾中 在人老鼠也非常有相處 我覺得是很好 很有創意的東西 值得去推廣 因為我們整個大環境 我們知道污染很重要 很厲害 所以都需要做 就是說通過這個活動 可能我們灌輸它一些那種概念 也是很不錯的 另外在本町北甘娜娜社區 開辦了環保收工科 學官都要學習 用回收的塑膠 來借著收工的拿 要各種適合的拿 善後煮這個照顧 這個是訓練你的耐心跟意志力 如果你沒有耐心的話 你就半途而非 年輕老少都來這裡學習 就是把廢物利用 是蠻不錯的 實際給到的 我們學習這種東西 可以把環保的概念 帶給大德 把一位學生教會了 他回去又可以教其他的人 就越來越多人一起做環保 結合了創意和環保的手工 是美觀有個實用 南路路有油 都可以讓生活變了 更有意義 台新聞馬來西亞報道 當火的衣索比亞 受到極端企業的影響 發生了嚴重的刻劃 水力發電車的水位 是一天比一天更少 發電量減少超過三分之一 所以政府選擇 占對民生也有工業用電 試試寒電出息 手動打開發電機 才有電源可以使用 開電之前 只有這些事件的作業 就開了不少的時間 當火依索比亞 今年受到刻劃的影響 水力發電車水位不斷下降 作成全國的發電量減少超過三分之一 所以現在政府選擇 對民生也有工業用電 試試寒電出ged 民眾的選擇受到嚴重影響 但是不只 过来的民生用电受到影响 也拖累到出口经济 因为伊索比亚 革到出口 给人家吉布地 以及苏丹的电力 每一年 探里超过八千亿的美金 现在过来用电都没够了 也只好渐停出口 伊索比亚没情 面对着极端起来的危险 专家标识绝对不可以收回 另外一所比亚过来 不止有水烈发电的油点 发电地热 还有风烈发电 都相当的适合 专家也好友 当然要自己的开发 粘粘发电 来减着因为克华 作成电力不足的冲击 台湾新闻 杨琴辩议 以上是台湾新闻的部分 继续国际新闻 南章时间 告后立文 关闻午安 国际新闻部分来关心的是一起大规模的灵火消息 中国大陆内蒙古是发生了森林大火 由于海拔比较高 地形复杂 将近有2000人是投入灭火的工作 浓浓的烟雾从森林中冒出来 发生火灾地点是在大兴安岭的金河林场 当地媒体报道 这起灵火延烧了有3公里 而火场地地处原始灵区 灭火难度是相当的高 加上未来几天 气象预报恐怕不会降雨 而且气温会比较高 也让打火的工作会更加的艰辛 继续还是国际上的意外消息 南亚国家巴基斯坦 有两列的火车是发生了对撞 有三人不幸丧命 还有两人受伤 脱轨的货车车厢 整个变形扭曲 可现撞击力道有多大 这起事故是发生在巴基斯坦南部的海德拉巴市 有一列载客列车 撞向了一列静止不动的货运列车 还好当时载客列车上面的乘客 而造成事故的原因还要进一步来调查 印度北部西马基尔省20号 则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一辆公车在山区转弯的时候 是不慎坠落山谷 造成有至少44人死亡 还有29人受伤 救护车是紧急赶往现场 将伤者送往医院 事发的山谷也是挤满了 受惊吓的家属和民众 这辆失事的巴士 星期四下午4点左右 发车之后才行驶2公里左右的路程 就跌落了500公尺深的峡谷 根据官方估计 当时车上载油60名的乘客 而印度总理也在推特上 对整起的事故表达最深的哀痛 而印度道路的交通案是全球数一数二危险的 官方统计资料是指出 在2017年全国就有近15万人 似死于交通的意外 美国和伊朗20号是分别证实 伊朗革命卫队在这个荷姆斯海峡的上空 是击落了美军的无人侦察机全球英 美国总统川普原先是在推特上 指出伊朗犯下了大错 但是后来受访的时候 又一改先前强硬的态度 表示很难相信这是故意的 而这次的事件 恐怕让原本就已经相当紧绷的 这个美伊关系会雪上加霜 导弹发射的瞬间爆出熊熊大火 伊朗革命卫队 20号在全球石油运输的重要烟喉 荷姆斯海峡附近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 伊朗外交部长查瑞夫在推特发文 声明这是在领土范围进行的间谍任务 但是美国方面认为 无人机是在国际空域遭到无端袭击 川普稍早在推特发文 说伊朗犯下大错 但记者会被问到此事时 却又轻描淡写 这起事件无疑让美国和伊朗两国的紧张情势 进一步升温 伊朗宿敌 以色列的总理表示 会与美国并肩站在一起 美国的下一步是什么 最近时常与川普针锋相对的众议长裴洛西 对于在中东可能展开的冲突表示警觉 川普政府已邀请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领导人进行简报 将进一步讨论与伊朗的紧张关系 以避免武装冲突再度发生 大约新闻杨洁如编译 对于视障者来说 从看不见到能看见 是人生重大转变的关键 而在美国有一位女性提亚 她因为视神经发育不全 视能视力有事有限的 但是她却能在虚拟实境的世界当中 找到人生变彩色的方法 提亚是一所技术学院的研究生 在威斯康星一家工业公司实习 这是个需要精准测量的领域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因为视神经发育不全 法律上她是市长 芝加哥一场展览会 让她发现自己在VR世界中 完全能看清楚 在政府一些资助下 她有了一个配备 微型摄影机的虚拟实镜头盔显示器 提亚也许是第一位在现实世界 应用虚拟实镜的人 但她希望自己不会是唯一的一位 大爱新闻旅方编译 进入转回到国内 高雄市社会局是举办 曼飞天使的毕业典礼 就是因为迟缓而在家长的陪同之下 开心地上台领取人生的 第一张毕业证书 看着宝贝孩子在台上领奖 回想起这一路的付出 终于换得孩子的成长 齐齐的爸爸难掩高兴的神色 妈妈更是当场喜极而泣 红了眼眶 高兴啊 最大的进步就是 她本来都完全不会理人 然后在早聊中心 可以学习到一些必要的技能 而另外一位毕业生小杰的妈妈 也以过来人的身份 鼓励与自己有相同处境的家长 要勇于面对 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一定要透过早聊 就是越早去早聊的机构越好 在同年龄层里面 感觉上是比较没跟上的话 那你就要有敏感度说 那要不要去检测一下 没有 三 二 一 台上的每位曼飞天使 都是爸妈心中的骄傲 吃患儿只要把握黄金治疗期 就能发挥良能 充满希望 大爱新闻 雷文富小王树 高雄报道 今天是全球建东人日 建东人协会是以声音为主题 要研发属于建东人 自己本人的语音银行 把病友的声音存起来 留待以后 关于无法言语的时候 再和家人用熟悉的声音来沟通 这是语音机器人的说话声音 建东人在病情严重 没法说话时 就需要靠这个方式传达意思 但是如果能保有 建东患者自己的声音 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家人会更开心 科技部于北科大 计划研发一款语音银行 帮助建东人提早把声音存起来 日后不能说话时 可以发挥作用 东西对我们来讲 以后如果真的好像建东了 没办法表达的时候 或许这些真的对我们很重要 建东人在发病初期 还可以勉强说话 但随着症状严重 需要弃切 失去语言沟通能力 这时候会改用平板电脑打字后 机器人帮忙说话 跟外界沟通 最后手脚僵硬 就只能用注音板 语音银行就是希望 在电脑打字时 可以用存档的方式 帮病友发出声音 我们可以借由他本身 以前的一些语音的资料 然后重建 或是用其他人的语音 来去合成他的声音 更有他的一个温度 对家人 其实也是一个力量支撑 他们共同往下 把爱存起来 没有熟悉声音的交流 是缺憾的 像是第三人 在传达意识一样 把数力感打破 语音银行希望用高科技 重现病友的声音 让沟通不再有距离 大家新闻 陈亚李建欢台北报导 贵姐 空姐 上班族这些 久坐或是久站的族群 多少可能都有 这个腿部的静脉 躯脏或痔疮 这两种症状 都是因为这个静脉 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造成血管变形 所导致的 而现在有口服的药物 可以让病患不用挨刀 就能够有效治疗 艺人沈玉玲几句综艺魅力 几句话就把现场来宾 逗得哈哈大笑 但经常录制 谈话性节目 一做就是大半天 因此被痔疮这项影集 困扰多年 但其实痔疮就跟腿部 静脉曲张一样 都是因为静脉承受 较大的压力 造成血管变形 只是发生的病灶部位不同 久坐久站的人 都是高风险族群 静脉曲张本身发生率 一般来讲 可以达到20%的人口 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 尤其是年龄越高的人 发生率就越高 那痔疮比较少 大概5%左右的发生率 过去针对静脉曲张 和痔疮的传统治疗 分别有擦消炎药 或穿弹性袜 两者也能透过动手术处理 但现在有一款 口服静脉曲张活化剂 提供新的选择 类黄铜肝基本上 除了抗氧化抗发炎以外 它真正作用在静脉的作用 可以让静脉的血管壁 恢复弹性 改善静脉的血流寸暢度 然后它这个静脉内膜的发炎 也可以降低 不用挨一刀 服药两个月 就能改善静脉曲张 针对急性痔疮 一周就能缓解 更让深受困扰的民众 不再坐立难安 大新闻 杨韵琪李建欢 台北报导 这些上人经常提醒大家 莫忘那一年 而1999年 无论是在国际或台湾 都是相当沉痛的一年 像是九二一地震 就是地大不调的表现 这些上人行脚 今天是来到慈激人文职业中心 许多人分享当时 深入灾区时的采访回忆 也回想当年蓝天白云穿梭其中 无所求而付出的那个场景 20年前也就是1999年 也是相当动荡的一年 科索沃发生战争 让许多无辜百姓失去家园 慈激人来到当地发放物资 也把笑容带给他们 而不久土耳其发生大地震 震回许多人的生活 慈激人再次出发 展现爱的行动力 在国际间 因为走上了科索沃和土耳其 我们的国际震灾 也写下了新的里程碑 同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 在一阵天摇地动后 宁静的夜晚 瞬间变成人间炼狱 大爱台记者跟着志工深入灾区 记录下慈激人穿梭的身影 奈科也令当时的采访人员 难以忘怀 我当下原本想要采访 但是我拿着麦克风的手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举起来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如此的沉重 我心中浮现出了 在早晨上人说的 心空了 我似乎懂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在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 让一群人义无反顾 穿上蓝天白云 从黑夜里面走出来 心里面只想到要帮助别人 这眼上人来到 关渡大爱电视台 资深职工分享20年前 在灾难发生时 对蓝天白云的感动 也时刻记着 当年那种沉痛的心情 莫忘那一年 莫忘那一念 莫忘那一人 他们用镜头和双眼 见证那瞬间 大家讯闻 范秀伟李明华台北报道 所谓的云铺指的是 堆积在山头的冷空气 沿着山势往下掉 就像瀑布的水往下流一样 而南楼埔里 有位民众从18号开始 一连三天 都在早上五六点的时候 拍到了云铺 而其中一次 甚至是在大马路上 就拍到如此壮观的景象 新闻最后 我们就带你一块来看看 这样所谓的云铺的景色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内容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